近日海军某舰副舰长讲述了在南海跟舰驱离外舰的故事 长沙舰 自2015年8月入列以来 出海训练和执行任务时间一年比一年多 去年一年的时间内长沙舰出海近300天 航程达6.7万海里 相当于绕赤岛三圈 这位副舰长为我们讲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峙故事 2022年初 长沙舰刚刚完成一次专项任务 返航途中接到命令 前往西沙海域执行协防任务 当时外军三艘舰艇从三个方向抵近西沙岛礁 企图闯进我国12海里领海线 情况紧急 长沙舰全速航行 抵达预定阵位后迅速转移一级战斗部署 同时舰员使用中英文双语进行喊话 这里是中国领海请立即远离 否则我有权采取进一步措施 经过47个小时的紧张对峙 外舰始终找不到进入我国领海线的机会 最终信信离去 老祖宗留下的巨片海一寸也不能丢